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先程 我们曾经分享过一期iPhone设置动态壁纸的视频 在那期的视频里面呢 我们把陆寒和张艺兴封印到了iPhone里面 看起来就像这样 非常的好玩 有网友在微信上问我们 安卓系统能不能设置这样的效果呀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安卓系统如何设置炫酷的动态壁纸 设置完成以后呢 保证别人看到你的手机会问是如何设置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呢,我们需要下载一个APP 我个人是在小米商城下载的 但是呢,我们强烈不建议大家在百度上直接搜索下载 因为有很多网友在百度上下载的都是包含 恶意扣费的流氓软件 已经有很多网友中招了 为了保证安全呢 小伙伴们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币值两个字 然后点击下面这个链接 然后在右上角选择从浏览器打开 就可以下载到官方免费的 没有广告 也没有恶意扣费的正版软件了 下载完成以后呢 我们打开程序 找到自己喜欢的动态壁值 这里呢,我们找到一个春莹未来的动态壁值 点击打开 然后选择下载 设置为壁值 这时候返回到桌面 手机桌面就冻起来了 看起来效果怎么样呢 是不是非常的炫酷 如果你喜欢还可以打开声音 就像这样子 官方提供了大量的动态壁值 比如有大话西游系列 大话西游系列的iPhone动态壁值 我们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有分享过 还有你的名字系列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如果你喜欢风景 还可以向右滑动 切换到风景名胜 里面有很多的星空壁值 我也非常的喜欢 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下载 好了,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下方关注我们 更多好玩有趣的科技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科技现成,拜拜